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锡 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计划提出2000亿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案 用于加速提前量产各种具有源头打击能力的导弹 2000亿新台币约合500亿人民币 对台湾来说是很庞大的数字 相当于其年度军费的54% 但用这个计划下走大陆完全是痴心妄想 大家不妨听老胡分析一下 台湾要把这些导弹生产出来形成战斗力 即使推进的快也要搞5到10年 另外导弹需要体系性军事能力的支持 包括情报能力的跟进和有战略纵深部署这些导弹等等 台湾目前的整体军事体系是防御性的 他搞进攻性威慑只能是自杀式恐怖主义的路数 不可能为其赢得战略主动性 台湾是个巴掌大的地方 毫无战略纵深 有了进攻性导弹也只能部署在几个基地里 他们越密集越适合解放军 在战争爆发时用第一轮饱和打击将他们一并摧毁 解放军可以从多个方向大规模增加瞄准台湾目标的地对地导弹 同时集中台湾无法招架的空中轰炸力量 未来还可以发挥无人机群的独特攻击优势 我们有充分能力在第一时间就摧毁整个台湾的防御体系 让台军的战斗力和抵抗意志同时迅速崩溃 大陆方面还会密集跟踪台湾的军事技术发展 他们对大陆行不成实质性威胁的备战活动 就由台当局烧钱去吧 如果确有威胁到大陆安全的极端进攻性准备 大陆就有必要断然要求他们限时终止该项活动 发最后通牒 在民进党当局拒绝停止冒险行动的情况下 大陆可以考虑对其实施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 摧毁其支持该项活动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 大陆过去没有对台湾做过类似的警告 也没有对台湾本岛实施过点穴式打击 但这不意味着今后不会这样做 一旦民进党当局做出有台独倾向 或严重威胁大陆安全的极端行动 大陆就需要对其实施战争边缘政策 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起后退 如果他已以孤行 就对他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 我们需要在必要时迈出这一步 那将是民进党当局一定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我们必须给民进党当局和岛内各路台独势力 一个清醒的认识 他们已经是祖国统一路上的龙中鸟 网中鱼 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意忘形 做任何事情要小心不得越界 要防止逼大陆动手的最坏情形 这必须成为他们政治上的第一座有名 不要忘了 大陆对台军已经拥有充分的毁灭性打击能力 台军反过来最多搞出一些伤害性能力 民进党当局已经毫无威胁大陆的资本 他们越折腾将越加速他们自己的覆灭